八三除水凄凉地 baby come kiss me 毫无征兆啊 年轻人不讲武德 那网红状元文漫亚马 忽然就他妈休战了 现在我们全家都对他非常失望 苏球可以连败也可以 但传承恩彼得的诺夫精神临阵脱逃 这将债务翻身的余地 年轻球员的特点是什么 经验不足 但身体倍儿棒 气血旺盛恢复迅速 想我传詹姆斯哈登年轻之时 小楼春风整夜度 第二天厂商打球 照样砍瓜切菜 如如无人之境 背靠背 那摘好不过了 以赛带练 效果翻背 这就是年轻的好处 皮实耐超 可是这网红状元文班亚马 年方十九 正是小伙遂良抗 全靠火力旺的年纪 他竟然也开始使用 马斯的传承修战借口 臀部紧张 我恰 你那小聪明 我是一眼看穿 现在马斯已经十三连败了 连败一场四 高居队史第二 战书四场便能打破队史连败记录 昨天打老鹰 圣诚之子所汗 詹姆斯附体猛开无双 狂砍33分86入攻 都无法带你班子迎球 今天客场背靠背 打实力更强 胖瘦偷脱领衔 聚灵神瓦兰坐镇的提湖 那更是九死一生 所以班子果断选择修战 那么即便球队输球了 也与我文斑亚马无关 就算未来马斯17连败 打破了队史的连败记录 那也与我文斑无关 13连败的时候 我就修战了 所以连败场次 要从我下一场付出开始 重新计算 不信你们可以等着看看 如果马斯未来刷新了连败记录 肯定有人拿中间文败修战 所以不算的借口来搪塞 他在犀牛贺州打的算盘 我在东盛神州都听到了 这小子脑瓜那是真好使 NBA第一营销大师名不虚传